- 哈哈哈- 大家好,歡迎到評會壽年的頻道,我是Ada 今天這一集我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在淘寶上買的很多廚房佔力品 當然中間有好用,也有不好用的 因為我本身在家裡是會下廚的 因為我們家在山上嘛 所以取得現成的食物其實不是很方便 而且加上以前我們家FuPenta跟Uber E是完全不送的 連麥當勞、碧聖克、肯德基 你想像得到可以送到你家的 他們都不送 所以我就沒辦法 一定得煮飯 再加上我有兩個嗷嗷代普的小朋友 所以你必須他們餓的時候 就得馬上變出食物給他們吃 所以廚房用品對我來講 就覺得蠻重要的 那今天我會分享11樣 我在淘寶上買的廚房用品 其實已經超過11樣了 因為有些在同一類 我就把它歸在一樣裡面 那其實加起來大概有15樣以上 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給大家參考囉 那如果你對今天介紹的東西有興趣的話 我大部分的東西的連結 都會放在下面的文字說明 說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下去看看喔 那如果有任何使用商的問題 或是想要跟我分享任何東西 歡迎你在下面聯合囉 好 首先第一個 其實之前在雙11的開箱影片裡面 已經有跟大家介紹過 我買了一個廚房濕紙巾 接下來這個呢 我有點不知道我為什麼要買啊 蛤? 因為呢 它就是一個消耗品 這是廚房濕巾 因為它影片說它很厚啊很大啊 然後量很多啊 然後很划算啊 所以我就買了 我覺得也是蠻便宜的 只是它有點重 我覺得運費好像 嗯 好 廚房濕巾 為什麼這一次還要再來講一次這個廚房濕紙巾呢 是因為這個廚房濕紙巾 真的是出乎我意料的好用耶 因為它的來就是這樣嘛 這麼大一包 這麼大一包呢 它裡面大概是80片 你看從去年雙11用到現在 我連一包都還沒有用完 一包快用完了啦 可是它還剩幾片 所以我等於是我連一包都還沒用完 代表裡面80張的份量真的是蠻大的 其實雙11那個時候開箱 我覺得自己有點蠢 因為我想說這種紙巾我剛好不在台灣買就好啦 而且它這麼大包重點是它很重 我這樣初估大概有0.67公斤應該是跑不掉 所以我一次大概買了6包之類的 然後這麼便宜東西 我竟然花這麼貴的運費運回來是不是有點笨啊 可是我實際上用了它之後 我覺得它真的是出乎我意料的好用耶 它去污的能力超級強 而且它一張其實蠻大張的 你看它一張超級大張 你可以把我整個臉折折 所以它的液體好像不是單純的水而已 它裡面是有一些清潔劑的 所以每次如果你是剛煮完飯啊 然後有一些噴出來的油或者是一些污漬 你去擦它 它可以非常輕鬆的把它擦乾淨 而且有油的也是可以的喔 那因為呢我們家廚房算是 我很懶得清啦 所以它其實有點壯觀 我就抱著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態 用這個濕紙巾去去擦那個成年很久的油垢 沒想到欸 它可以擦掉耶 但你抱的比較久 它會黏的比較死嘛 所以你要擦的比較久 可是如果你是剛噴到 你馬上擦 它很輕鬆就可以把油汁擦掉 只要我在煮菜的你們應該都會知道 有油的東西應該是最難清理的 可是如果呢 你用它 一切都會非常好解決耶 而且在瓦斯爐上面的油垢啊 它是直接用它擦乾淨 其實它會自己乾掉 然後也不會有水質 所以我覺得這個濕紙巾真的是 出乎我意料的超級好用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薦給大家 好那接下來是第二道商品呢 第二道商品其實是我在家 廚房中一個小小的困繞 因為每次啊 你去菜市場買東西回來 你是不是就會大包小包 然後一堆菜啊 然後就會一堆袋子 那當然我會帶一個 自己的小的裝菜箱去買菜 可是它還是會給你袋子啊 裝菜啊什麼的 尤其如果又是一些肉啊 魚啊 那絲絲大大的東西 塑膠袋是免不了的 那這些塑膠袋 如果你直接丟掉 你會覺得非常不環保 但會很希望這些塑膠袋 可以重複再利用啊 我身為情節的主婦們 我就會把這些塑膠袋 可能收集起來 讓它回收再做利用 可是這些塑膠袋 我到底要怎麼放呢 因為它很醜你知道嗎 就算我把它像這樣子綁起來 我覺得它還是 露在外面很不美觀 所以呢我決定 我要幫它找一個家 好那這就是我幫它買塑膠袋的家啦 那當然它上面就是一個很簡單的袋子 可是它下面有開一個縫 塑膠袋可以從下面 抽取出來 塑膠袋從下面抽取出來 你就可以直接用 然後新的塑膠袋呢 你綁好以後 又可以直接丟回去 加上它是不透明的 所以呢它就不會有塑膠袋 它本身露出來很醜的感覺 因為每個塑膠袋都長不一樣 然後花花綠綠的 然後又很醜 因為塑膠袋的重量不重 所以我就會用磁鐵的刮鉤 然後把它掛在冰箱上 因為冰箱就在廚房的旁 所以我隨時要拿到非常方便 推薦這個塑膠袋來加速給大家囉 第三個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在淘寶上 就會刷一些淘寶短視頻 然後淘寶短視頻 常常會出現一些 你會覺得 哇有這麼好用的產品嗎 這個產品就是 我在淘寶短視頻上 被它吸引的東西 它就是一個非常省空間的裝菜盤 它總共有六層 然後呢每一層 你都可以放不一樣的東西 它有一個正方形的外框 然後裡面有一個盤子 可以分別安插在裡面 而且它可以黏在牆壁上 我就覺得 哇好像很方便耶 所以我把它買下來了 結果呢 沒想到這個就是 最大財雷雷一樣 因為這個東西我真的覺得 太難用了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買到難用 也許它有好用的別款啦 可是這一款真的是 夭壽難用耶 因為啊 它每一個盤子都超級輕 而且它盤子去固定在上面的時候 真的很不牢靠耶 它很容易就翻車 而且它一翻車 你下面整個就一起翻車 所以這個自菜家 我在發現它不好用的當下 我就送給別人了 因為我真的覺得它太難用了 不要留垃圾在家裡 所以呢 這個是我真的覺得 非常非常才能的東西 請大家不要再買這個了 好 接下來這個呢 其實也在淘寶短視頻上面刷到 對 沒錯 我真的很喜歡刷淘寶短視頻 不過呢這個東西我就覺得 買的蠻值得的 這個東西就是黏在牆壁 可以讓你放鍋蓋的東西 它可以調整它的寬度啊 大小啊 然後呢 平方說我們煮菜煮一煮 你需要悶東西 或是在煮東西 蓋蓋子 然後你要拿東西的時候 蓋子你一定要找地方放吧 你不可能一直拿著吧 所以呢 蓋子拿起來之後 有一個固定放它的地方 我覺得就很重要耶 所以呢 我就買了這個放置鍋蓋的架子 把它黏在牆壁上 它寄來的時候就是長一個這樣子的盒子 我把它打開給大家看 打開裡面呢 是長這樣 然後裡面有兩樣東西 一個呢 是黏在牆壁上面的膠 然後跟一個架子 後面是可以這樣子卡在上面的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黏在牆壁上面的部分 所以呢 它就會是這樣子在牆壁上 然後旁邊這兩邊呢 它是可以做打開跟收盒的 這個放鍋蓋的架子 其實我真的覺得它蠻好用的 而且它後面這一塊的黏膠 因為蠻大片的 所以我覺得它也黏得蠻老 你不用擔心它一下就掉下來 我使用到現在呢 這個東西我是非常滿意的 所以我又買了兩個 因為有一個我想要把它移動一下位子 可是我後面的膠已經黏上去了 然後它黏上去我就覺得好像已經不黏了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新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放鍋蓋的架子 真的是超級方便的 好 接下來下一個呢 也是我之前的一個困擾 所以我之前可能在煮飯的時候啊 我們一定會用到調味料 那調味料很多種啊 什麼鹽啊 糖啊 胡椒啊 尤其是粉末的東西 如果你太常去開關它 它很容易受潮 它一受潮它就會黏在一起 所以我在淘寶上就買了一個這個 放調味料的瓶子 那它跟其他調味料的瓶子有什麼不一樣呢 它上面是做按壓式的 你看它這邊會有個洞 所以調味料就會從按壓式的這個洞跑出來 而且呢 它上面大家有沒有看到 上面是寫0.5 所以呢 你每次按壓出來的份量 都是固定的 就是0.5克 那如果你是主菜的新手們啊 你可能對於劑量 並不是抓得這麼準的時候 那也許它的每次0.5克 就可以幫助你記得說 欸 我要按幾次 然後我要下幾次0.5克 就會是我要的味道 所以呢 這0.5克也有好處 然後再加上 它每次使用的時候 它不用開開關關 像我們輕輕那麼按一下 它就是一下下的時間 所以它接觸空氣的時間非常非常短 所以它受潮的機率非常少 所以你看我鹽巴放進去已經好幾個月了 它在裡面依舊是非常的乾燥 因為它非常的鬆散 不然如果它潮濕的話 就會黏在一起了 可是這出口的地方啊 多少還是會黏一點調味料 有點鹽 所以這個地方還是要固定去清理它一下 就是你這個地方 稍微清理一下 讓它不要有濕濕黏黏那麼潮濕 因為如果你一旦有調味料黏在上面 它下次再出來的時候 它會更容易黏上 所以呢 這個調味料出口 要固定的去大概清理一下 可是整體來講 我覺得這個東西還是蠻方便的 好 接下來呢 因為我們家算是開放式廚房 那我們家的廚房有一個餐桌 那個餐桌呢 是白色的大理石 如果是醬料或是一些有顏色的東西 比方說咖哩啊 放在上面小段時間 然後沒有馬上擦掉的話 就很容易被那個大理石吸進去耶 所以我們家的白色大理石桌啊 已經不是很新 然後很漂亮全白的樣子了 它都會有一些花花的灰紋 跟一些擦不掉的污垢 所以呢 我就覺得這樣很醜 所以我就決定幫我們家的大理石桌 買了一個桌墊 那這個桌墊進來呢 我覺得品質蠻好的 而且看起來非常的清爽 而且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圖案 可以讓你去選擇 那大部分呢 是比較偏素牙的風格啦 而且它的桌墊非常非常的厚 因為我上面有擺東西 所以它其實也不會很容易移動 它有點防滑的效果 重點是這個桌墊它非常的好清理 它上面只要濕的呀 或者是有髒髒的東西呀 你用平常的抹布擦器都可以擦擦掉的 如果有一些比較難擦的東西 比如用黏的東西呀 你用我剛剛第一個介紹的 這個廚房濕紙巾擦 也是非常容易清理 然後這個鑄墊的尺寸呢 是你可以依照你們家桌子的大小 去跟它要求定做的 它上面有一些既定的尺寸啊 然後這些尺寸其實你可以買回來採檢 可是我會建議你直接跟賣家講 你們家桌子的尺寸 因為呢 這樣才會是完整的圖案 不然如果你買大的去裁切的話 你可能會某一部分的圖案被切掉 結果突然就不完整了 也許可能會影響到整個的美觀啦 所以這個桌墊我自己也是蠻喜歡的 接下來這個呢 它是個旋轉的置物架 那這個置物架呢 大部分是用來裝一些瓶瓶罐罐 如果說你是很愛喝飲料的人 你可以把它放在冰箱裡面 然後把飲料放在上面 可是呢 我的用途是讓它來放一些調味料跟醬料 因為我們家放醬料的那個櫃子蠻深的 如果我每次要拿裡面的瓶子 我必須把外面的瓶子一個一個拿出來 然後呢 再去拿裡面的瓶子 然後再把全部的東西再放進去 所以這樣真的是非常麻煩耶 所以後來呢 我看到它以後 我就覺得 哇 這太棒了 這非常符合我的需求 它只要做旋轉 就可以讓醬料把裡面的轉到外面來 它就是回轉壽司的概念啦 只是變成迷你型的回轉壽司醬料區這樣 真的是解決了我之前醬料灌零散散的問題 非常非常的實用 接下來是一個廚房的垃圾桶 那之前廚房垃圾桶就是一般地板式的啊 然後踩 蓋子會跑起來的那種垃圾桶 也沒有不好用啦 只是它就是比較佔空間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我覺得沒有那麼佔空間的廚房垃圾桶 而且因為廚房垃圾桶大部分就是一些廚餘啊 塑膠的包裝啊 或是衛生紙啊之類的 所以它體積應該也不會到太大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可以伸縮的垃圾桶 而且它是掛在門上的 那因為它掛在門上 所以我覺得它非常非常的省空間耶 它完全不用佔地板的一個位置 而且它讓我的操作非常的方便 那這種壁掛式的垃圾桶啊 我有看到有些是有蓋的 那我後來是選擇沒蓋的 是因為如果我今天手髒髒 然後我丟東西 我還要去開那個蓋子 我就覺得很麻煩 加上我是個性質比較急的人 我就想要把它立即丟掉 然後蓋子我就覺得沒有那麼方便 然後再加上廚房垃圾也不能久放 你也不能放隔夜或是放很多天啊 因為會長蟲或是會有果蠅 所以呢每次煮完飯啊 這一包小垃圾袋我就把它綁好 然後放進其他垃圾袋 裡面一起拿去丟掉 所以呢這個壁掛式的垃圾桶 對我來講就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其實這款還有兩個大小 還有一個大號跟小號 你都可以隨意去選擇 而且加上它可以伸縮 對於小空間的朋友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友善 而且這也是這些東西都超級便宜 然後又超級好用 應該要分享給有在煮飯的朋友們 好下面這個呢 不知道你們在吃泡麵啊 或者是喝湯的時候啊 假設剩下一些出魚 湯湯水水的 你們要倒掉的時候 你們會倒在哪呢 有些人會倒在馬桶啊 有些人是可能會倒在水槽裡面 就讓它在水槽裡面過濾 可是呢我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是只有我們家這樣還是大家都這樣 就是我們家過濾的東西很容易塞住耶 然後水又下不去 然後整個洗手台就淹水 所以對我來講 好像也不太能把那些湯湯水水的東西 直接往水槽裡面倒 所以呢我就買了這個 這個就是粒水醬 它可以黏在你的水槽旁邊 然後它會附一些一次性的過濾網 然後如果你喝湯啊 或者是吃火鍋吃泡麵啊 你剩下的湯 你往過濾網裡面倒 它會過濾一次 你的水槽裡面就不會那麼容易的塞住 其實一開始我在買這個時候 我就很擔心說 欸它會不會不夠黏啊 結果它給我的黏膠我覺得超級黏的 我用到現在啊 補妝過很重很重的東西在裡面 它都沒有掉下來過 負重力蠻好的 它的網再怎麼樣拉扯 其實也沒有很容易破掉 所以呢這個濾水網啊 我現在使用到現在 我也算是滿滿意的 然後接下來最後一樣啊 因為廚房有非常多的小東西 收納起來又非常的麻煩 所以我在廚房裡面 買了非常非常多的置物價跟分隔價 通常我們的系統櫃啊 或是一般的櫃子裡面就是打開 然後就是空空的對不對 如果說是那樣真的很難很難放東西 如果裡面不幫它分隔 做隔間的話 它的空間很容易就浪費掉了 那我就一個一個要跟大家分享喔 好 它介紹的第一個櫃子呢 就是這一個 水槽上面的收納架 那這個收納架買之前呢 我覺得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利用這一塊的空間 去做規劃 後來我會淘寶上面看到的這個收納架 我就覺得欸好像蠻便利的欸 你洗完的碗 可以直接放在這個上面去做瀝乾 然後呢水欸 就會直接滴到洗手台裡面 然後它也有很多置物的地方 比如說放菜瓜布啊 放砧板啊 跟放那個抹布的地方啊 所以整個收納架我都覺得非常實用欸 再來是這個雙層的角落架 其實這個空間我一直都很納悶 我有點不知道我要怎麼去利用它 因為它是在一個很尷尬的拐角啊 所以呢我就買了一個雙層架 讓它墊高 讓它有兩層的置物空間 我就可以放一些鍋子啊 或是比較大的碗啊 那個碗應該就是我抽屜裡面放不下 尺寸太大的碗 那它其實也蠻好拿的 我旁邊其實本來是放電鍋 我把電鍋稍微移開 我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所以這個架子我也覺得買的物超所值 再來是我洗手台下面 這個空間 這個空間呢其實我一直很困擾欸 因為它打開就是一個排水口嘛 所以我就覺得欸 那我打開我怎麼辦呢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分隔的架子 讓它可以充分利用它們雙層的置物空間 那這個置物架呢它是一槓一槓的 你的排水孔它是有空間可以從那個洞裡面伸進去的 會影響到排水管的動向 你也不會因為它而阻止你的置物空間 好再來是這一個 這個空間呢其實以前是拿來放比較大台的烤箱啊 或是微波爐的地方啊 可是自從我沒有放了以後 我就把它拿來當置物 可是因為它也很深 所以呢它裡面的東西也很難拿出來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這樣子的抽屜的架子 上面可以放一些鋁箔紙啊跟保鮮膜啊 然後裡面這個打開就是一個抽屜 它拿取更方便然後收納的空間也很大 也不用為了拿裡面的東西 然後把外面的東西通通都翻出來 而且這一個架子我覺得蠻有質感的 接下來是這個架子啦 那這個架子呢其實因為我買了一台水脫爐 所以我是想要放在下面的這個位置 那上面呢就是我會放一些雜物啊 那上面的雜物其實我覺得也沒有很好看 所以我應該會再買一些盒子把它們裝起來 然後第二層呢我就會放一些比較大的鍋具啊 然後方便我煮飯的時候拿去 那這個架子呢它其實是可以調整高度的 左右的長度是可以調整的 你看它中間是這樣它是可以伸縮的 可是因為它兩片夾層所以它做伸縮 中間會難免有一點點往下的凹陷 那我覺得這個不影響我使用 所以我也是覺得OK的 它還有預留很多的孔啊 所以你可以調整你的板子是要上一層還是下一層 中間隔多長 然後它也有附很多的掛鉤可以讓你去掛東西 以收納的功能性來講我覺得我已經算是滿滿意了 好接下來呢是這個上面的空間 其實也是我有一個很頭痛的空間 因為它很深又很高 我拿一個東西我就會那種亂七八糟 所以呢我也幫他買了兩個置物架 這兩個置物架也是可以左右拉伸你要的長度的 它其實是可以伸縮的 所以呢你只要注意高度是不是適合你們家的櫃子就好了 這樣子呢我就可以擺放兩層 我就不會把所有東西都疊在一起 然後如果我拿下面的東西上面的東西就會掉出來 好以上這些是我分享給大家 我在淘寶上買的一些廚房小物 跟一些食用的東西 其實大部分是我覺得可以分享給大家的 也大部分我覺得是非常便宜 而且又非常實用 所以呢今天這一集呢 如果你也是愛煮飯的朋友 你也是廚房使用率很高的朋友 那這一集對你來講應該會有很大的用錯喔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開啟小禮答 我們下次見囉掰掰 1 按讚 2 按讚 4 按讚 3 按讚